邱中坦的哲偉 那我們在想要藉由這個時間點來推廣 繁體中文的這個開源時間計畫的成果 因為其實這個計畫大概執行快要將近半年 那這個成果呢 其實各團隊的在語料的開發 或者一些專案的進度上都蠻有進展的 那所以我們在今天的共筆上有一個網址叫 ai-grant.tw 你可以點進這個網址 在這邊我們就整理了目前六組團隊的成果 包括當然計畫的一些說明 例如說當時的一些針見辦法 怎麼樣去設定 例如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找出這個 我們心目中的團隊也好 或你對於這整個活動企劃有興趣 你也可以回顧一下當時我們怎麼去抓這些主題 那提案例表是說 我們其實收到蠻多專案的 不只是六個 所以還有更多 其實甚至連台灣族的語言的語料 也有團隊曾經有提過 所以你也可以逛一下不同的議題領域 當時有沒有不同的計畫 那這邊呢就是有一些我們在期中 跟期末階段的一些進展 包含說我們整個計畫在期中階段 會做一些團隊之間的交流 有的是要做這個立法院的語料 有的是做醫療的 會不會彼此有一些聊聊看 有一些技術可以交流 或者說台語怎麼做 那台語其實又有一些技術是跟繁體中文有相關 等等的內容 那在8月3號我們在Cost Hub的場合 也在進一步除了讓團隊來做成果分享之外 還有舉辦了一個叫AI應用實踐的 還有開原生那些論壇 那這個論壇裡面就邀請了包含 產業界的雷發科的這個徐大山博士 還有一些學術界吳俊興老師 李沐約還有就是強哥等等 大家一起來談一下 比較綜合性不同的觀點來看這個 開原生態系在AI上怎麼樣去執行 好 那在左邊的導覽列 最後這邊你會看到六個專案團隊的成果 那每一個專案團隊的成果 你都可以在Hugging Face上面取用 包含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license 那你可以評估一下 不管是你要訓練模型 或者你去參考一下他們在針對不同的 比如說法律領域那怎麼做 例如他這次是針對刑法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健康促進 那像這個團隊他是把各個醫院裡面 對於健康公共衛生的資料 全部彙整起來 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知識資料 或者說立法院每天一直產出很多的語料 那怎麼清理 那有沒有什麼訣竅 那像教育 真的就是第一線的現場的老師 怎麼看這件事情 而且把它做一個評測資料 哪一個語言模型對於教育現場 比較回答的比較準確 這個他們就有一個評測資料集可以使用 那台語的部分當然就是也有些技術 所以以上就是歡迎大家來取用這些成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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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這位